第二阶段介绍来自台湾后山 古代人说后山 台东县的三位明代 有中央的 有地方的 有基层 第一位立法委员 刘兆豪委员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台东县议员 洪中凯先生 胡大哥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中凯 第三位 台东市市民代表 林宗志 胡大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中凯 是 中凯 我很欢迎今天可以邀请 有中央 有地方 其他三位赞助的面对 来介绍 我跟大家共同这个节目 除了探讨国家任务 独立公道以外 我今天要推动 台湾文的货行 台湾人文赞助的作用 政治里面有作用 然后我想我没有再说我讲到说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推动台湾文的货行 但是我们由每一个官司 每一个兄弟 每一个基站开始来推动 所以我先请教我们来做台湾文赞助的作用 我过去在正论节目 跟我们的赞助我都叫阿豪 阿豪了 阿豪了 事实上我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他明年底要竞选台东县长 我用膝盖想他已经就当选了 因为事实上 不要说是行政之言 他非常认真 每个礼拜 几乎每天坐五小时的火车 五小时 从台东到台北来参加这段节目 有时候如果没飞机再坐五小时 你看台东来台北要花十小时 我不知道今天三位是坐飞机来坐火车 还是今天晚上住领口 来 先把台东的问题先点出来 因为我面对全国 把台东最需要发展的问题 来请三位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 来做认述 阿豪 谢谢胡大哥 我相信台东他所面对的 发展上的必须在迎头赶上 或者是说困境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 这几十年以来 我们的基础建设相对西部的县市来讲 是落后的非常的多 特别是比如我们的交通 像刚刚胡大哥讲到一点就是说 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 大家可能一般县市的人很难去想象 在逢年过节或者是连续假期的时候 对台东无论是在地的乡亲 或者是旅外的乡亲来讲 他们最大的一个困难的事情 就是要买火车票 那为什么买火车票如此的困难 就是因为在全国的环岛铁路当中 我们南上北下 唯一只有在单轨运行的就只有台东 台东你如果要去往北走 它是一只铁轨 往南走它也是一只铁轨 就是因为这样的基础建设的不足 造成我们运能普遍的不足 所以说要逢年过节的时候 买火车票这件事对台东来说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当然如果说过去就是说 以前是怎么没做 但是这说起来没头痛 但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就要迎头赶上 我们要赶快把这些不足的基础建设 给它补足 另外刚才交通以外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医疗 柯批柯文哲的柯市长 其实他在银钢像中 他经常举这个例子 他就说台东县的居民的平均寿命 少了台北市的居民的平均寿命 都减八回 这跟体质都没关系 也跟饮食其实也没有关系 其实这就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关系 那就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所以导致我们台东县的乡亲 在有一些重大疾病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在第一黄金的时间去做抢救 所以往往因为这样子 在平均寿命会没有像西部的县市那样子高受 但我要说的是 我们大家都面对这些的困境 但是我们真的要改变一个态度 那不是说抱怨 还是想说我们现在三等公民五等公民 那个历史的累积都有它的因素 我今天除了我以外 包括中海包括中智 我们但我年纪是比他们大很多 我们都是属于在台东比较青壮派的 在从事公共事务领域的政治人物 我们希望结束终结台东 长久以来 感觉是三等公民的这样的困境 我们希望因为我们投入公共事务 可以跟大家打拼 可以来解决我们台东这个长久以来 几十年 特别说是几十年前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过去没做 当然有它的原因 我们知道那个原因在哪 我们现在是要迎头赶上的一个时刻 这是我们开台东的一个整个状况 我今天想要打拼的车要和声说 因为穗行我如果有听老婆老婆在说 如果说台东华联 那个叫华联 那个叫华联嘛 都说那是黑山 这个还有差不多五六十年以后 也同样是黑山 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 是很不公平 我今天特别邀请台东官的这个议员 这个宗慧 郭大哥 你可以请 我想今天打拼的我很多人说 你先将你的困境 你的定位再定位 定心定位开始 来请啊 宗慧 我想过去台东 一直是我们国家治理的一个边缀 那国家治理边缀的一个方式 通常都是给予一些少少的资源 安大好就好 不要控制就好 这些人呢 年轻以来都一直习惯 就是说交通不方便 医疗不方便 那住在这些人 虽然心肝头有些是说要改变 但是一直在政治方面 一直没法 所以在台东来看 当久以来都是这个蓝银的一个天下 那目前台东最急需要改变的一个方向 就像如刚刚我们豪哥所讲的 在交通医疗的部分之外 那因为 美女都我要来参加到我们台东市的市长 台东市的部分 我所看到就是说 当久以来 这个管政府也好 市公司也好 所做的这个方向 对在地人民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提升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对人民而言 这个水沟经常不会通 会造成积水的现象 然后我们的观光的一个资源 的一个益柱都在 这个观光客的使用上面 对于在地居民感受上是 完全没有一个符合在地居民的需求 所以你说像我们的一个交通 在公车的这个安排上面 是以这个观光客的需求 以大陆客的需求 那这个在地的这个相关的观光建设方面 也都是以这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配合这个马政府当时这个陆客来台的政策 所以甚至于说台东的一个饭店 盖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会把这个饭店盖在工业区 盖在没有人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它的用意就是为了把这些 陆客关在饭店里面 未来 没法出去消费 免费才可以去购物的这个商场 去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作业 所以这些观光的一个基础建设 也非常的落后 通常很多人到台东去玩 就是只知道晚上可以去的地方 就是铁花村 那这几年再多了一个观光夜市 可是观光夜市也很小条 所以除了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之外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地方可以玩 那这个对于这个台东未来要推动观光 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条件 所以如何把这个观光的这个基础打造好 还有我们在地人民的这个生活所需的 这些公共建设的打造 我想是我们市公所的部分 可以来配合未来 如果说县长可以 帮我们豪哥来做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一起来打造 一起来努力的方向 原来豪哥跟总开始策略联盟 胡铁花 就是胡氏之间的铁花村 他爸爸曾经在清朝的时候 在那边当过 就等于县长的时候 之州嘛 对 所以有一条路叫铁花路 对 很有名的 还有一个纪念碑 在李玉山有一个 那现在铁花村有什么好做导览 铁花村现在是一个 一群爱好音乐的人士所组成 而且一个表演的场所 而且在全国已经非常非常的有知名度 他已经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场所的气氛 下一回再来介绍 过年很多规划到花东旅行 今年中秋节 我有一个音乐家朋友 有一个中秋节烤肉 我去了 哎呦 柯文哲市长在做了 一天可能 十几个人都教他怎么做市長 听到一个民情顺顺 提醒着脸 我到时候已经提醒着脸了 那我过程不讲了 我把市长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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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香港没关系 说不死就住了 香港没关系 他说 如果有共识 你共识不是说要去台湾 妈妈的朋友做义书就去 所以如果他肾血继续做 拜血你们还多一个科匹 应该你们不太会反对吧 很支持 很欢迎 医疗的平衡很重要 我上一段谈金门 金门说如果 一个病人 那天刚好遇到台风 大风大浪 唯一是什么 等死 所以我等一下请教台东医疗问题 1872年发生牡丹社事件 日本人来了 我过程不讲了 清朝紧张了 派个青灾大神跑到牡丹社 就是那个屏东地方 他对着中央山漠 后山讲说奉天承运 山漠后面的花蓮台东 画外之地 你看 到现在画外之地 那个奉天承运 皇帝招约到现在 我又拿这段历史了 1872到现在你看几年了 那久了 超过一百多年了 怎么还是画外之地 画外之地 还是二等公民呢 最早的阿姬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让大家知道 是 感谢朱麒麟 这个 如果我们总统医疗级的医疗人员 我们柯P市长 晚一来我们台当 早上拍拖 欢迎 台东 可能是 等我年年了才过来 对 其实我们台当 身居台湾的东南的一羽 那地的面积 身为台东 台湾第三大县 那实际居住人口呢 照2017年9月 总人口数是 21万9716人 21万人而已 大概是12万人 那其中有10万的人口 就居住在 未来我们这个 中凯医院要竞选的台东市上面 所以我刚刚呼应一下 我们主持人说的 在医疗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从台东来看医疗的时候 在台东市看医疗的时候 就觉得相当不足了 那医疗 法界医院也好 然后我们的部东医院 都在我们台东市区 但是呢 我们的两个离岛 绿岛 兰嶼 他们一定要用后送的方式 但是后送像现在 现在现主席 我们这个岗位 你如果要去到南宿 真的你要看这个运气了 你如果没睡离去 天气不好 回不来 那叫关岛了 就出国了 就出国去了 绿岛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遇到后送问题 一样用直升机 用船运 运过来 最快的方式是直升机 那扣除掉这两个离岛 其实以台中市为中心 向外辐射出去 我们有南回四乡镇 南回四乡镇 它靠近屏东 又好像很近 靠近台东也很近 可是整个过程中 只有一个南回公路 可以做衔接 运送上若遇到重大的车祸 也是一个相关大的问题 那往北边走 分两条岔路 一个是重谷线 观山池上沿线 观山池上沿线呢 当然它运气比较好一点 它可以往玉里 往花莲池寄送 速度快一点 但是它的局限性 还是在那边 它离台东市 比较核心的医疗环境 还是有一段距离 海警成功 长兵沿线 那又越可能 可能小孩对出席 如果没来到台东市 踢路没看过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没有铁路这个东西 甚至也没有航空这个东西 所以在面对台东来讲的话 台东这是一个 好山好水 老天爷给我们的 一个很好的环境 但事实上呢 这个环境 事实上也给我们 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价值彰显出来的过程中 又去周园生活在这边的快22万人口 他在那边应得的一个福利 不觉得自己是次等公民 三等公民 甚至五等公民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身为一个国家是有责任 来把这个区域平衡做得好 我认为这是我们台东 要随着中央政府来替我们打招 我们刘立委一直以来 针对这个部分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交到他手上 应该能够把台东做一个不一样的提升 我有非常多的不同的 有学术界的 有媒体界或企业界的朋友来自台东 台东县 几乎十字八九 除了休假回去以外 休假回来如果遇到什么 婚胎过年塞车又怨身载道 他们都很不想再回去 最多过年回去 这是我想旅北同乡的共同情言 我特别用这个新闻来解说 民族江振臣 我们台湾主地在新加坡 已经民族了 他回来台湾 重点在这里 他的餐厅变身现代艺人 就对了 不是只有这 有技术文化受用在 他真是很有创意 我是特别鼓励 我过去太多的台东现出生的朋友 都很有成就 你是不是要鼓励 你们的下一代回去创业 重新翻转台东 这里面牵涉到豪哥 我习惯都叫他豪哥 豪哥他要选台南管长 我第一个问 你有什么 参与政策 经济政策 这是最大的 我们才要回去 創造最好的 投资 和旧的环境 你有什么 政治没有 欺負没有 来 参与 我在想在整个台湾的发展 这个过程当中 台东必须先找到 自己的定位 我们到时候 听到我们的总裁 还是总裁 我们经常就说 我们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需要一些困境 有基础建设的困境 这是属性 我们这样在做 其实我们都要摆脱 我们用埋怨的态度来看到我们现在的环境 比如说发动铁路双轨 因为前单建设已经在做了 当然要一些时间 医疗部分 我们也在迎头的 在慢慢的改善 但是除了这个基础建设以外 我觉得我们在整体台湾的发展策略当中 我们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们要把自己的这样的优势 给它发展出来 比如说 发展农业 因为台湾的农业 它不适合大面积的种植 但是台湾最好的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塑造自己的品牌 吃少米 除了吃少米 关山米 台湾 台湾几乎 台湾几乎大家都是公认 它是有最好的空气 最好的土壤 最好的水质 所以我们在农业产业方面 我们其实要发展出 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品牌的友善农业 什么叫友善农业 就是我们耕作的方法是友善的 我们对土地是友善的 我们是农产品本身也会分级 不用纯粹自然的 或者是无毒的 或者是有机等等 让它做分级 让所有的消费者 当他看见 这是来自于台东的农产品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这是让他觉得有信心 可以吃得安心的 品质好的农产品 台东产业的核心是农业是不是 你刚刚提到 我认为台东的产业应该是三个面向 第一个农业 第二个旅游 第三个就是文化 这三个 而且他们不是各自独立的 其实他们是三个是加起来 这是一个套餐组 就是农业 其实农业做得好 它是跟观光仪有密切相关的 包括文化本身 比如说我们台东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创作者 无论是他是汉人 或者是原住民朋友 他们在音乐领域 在很多图像的影像的创作上是非常的优秀 台东有一个非常独特傲人的地方 我们台东三千两百多平方公里 但是我们集合了七个不同的族群 就是说六大族群的原住民朋友 然后加上汉人 我们七个族群 七大族群在台东这块土地上 我们几百年来 一两百年来 大家非常和乐的在这块土地上相处 我们已经发展出一个属于自己台东 非常多元的文化出来 这是我们的文化的底应跟内涵 我看到总统这次到南太平洋 我问一道总理说 他叫拉米 对方那个岛叫拉米 就牵手 拉米 我看到这天新闻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事实上跟整个南太平洋 那海洋文化还是有关系的 没有错 没错 所以我刚刚是说我们文化农业 加上观光 这是我们的三大产业面向 包括我们台东其实台东也可以定位说 我看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台湾的少子化的问题 但台东其实可以定位 就是说我们定位可以让小孩子在这里 是可以非常安心成长的一个地方 问题是教育的资源问题 最实际的 我们一定要塑造我们自己的价值品质出来 就是说你的孩子在这个台东 我们不能说你不能来这里讨识 不要去土地讨识 我们在这里孩子地里有安全的环境 可以亲近大自然环境 第三我们当然这里也不能输给外地的师资 就是说你的孩子 你除了说师资宏明你不用烦恼 学士的部分 学科的教育你不用烦恼 但是我们在这里有更好的自然环境的教育 所以我最重是教育 你做县长市长 因为我讲自己经验 我出生的时候是在宜蘭头城镇 我妈跟我掉到那里去 五岁 我外婆就跑来跟我妈妈讲说 你孩子 如果刚刚头身大 我一定 他就买了 我如果当初没来 我可怕现在还在打鱼 我没有说鱼业不好 可怕就没有办法 帮我北台都会竞争力 五六十年前如此 今天台东县的一样 这个基础教育 所以我还要追问说 你怎么解决这个最基本的 教育资源的分配的公平问题 包括好的环境 来当下面对的 其实我们台东的教育问题 有些是跟其他全国性的问题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少子化的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特别是在偏向 他面对学生来源不足的地方 每次我们面对一个困境就是说 一个学校如果只剩下五个 或者是十个学生的时候 到底是要让他继续维持下去 或者是应该让他有效力的 跟其他学校做合并 我相信这每一个为政者 他都会面临这个困扰 就是说你不让他合并 你不让他跟其他学校合并的话 大家会说 这存五个而已 这样十个学生的话 这些学生会受到 比较好的教育品质 但有些家长他又反对说 因为他可能要比较远的距离 送小孩其实上学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这是要非常有效率的 来解决这一部分 但我个人其实我是认为 学校的资源必须做一个统合 要回到让学生 他真正能够受教权 能够得到保障的这个角度来看他 我刚提到说 我要提到让学生在 让小孩子在 孩童在台东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这不必然就等于说 我们忽略的他的学业成绩 这部分是我们要去加强的 但我要强调就是我们一个价值 在这个我们强调非常竞争的 这个现实社会非常竞争的状况之下 我们到底给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除了学科之外 我们给他另外一种的竞争能力 这种能力也是跟人跟人之间的 相处的竞争能力 跟大自然在一起的相处 相处的竞争能力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中的价值品质 赵委员我认识他 我知道他略知他家庭背景 我听说你父亲是开五金行是不是 没有错吧 没有错 但是他自己很认真读书 变成法官 然后进入行政系统 从副县长 然后现在到立委 当然我也祝福他明年能当选县长 就是靠读书 出头小嘛 出头天 总盖 你也同样 是 我本身以前在做老师 在做议员之前我是一个国小老师 所以你苏联比较 我度台东诗院 刚刚我补充一下 讲到有关台东文化产业的部分 那一天我的助理在跑一个行程的时候 这个行程在台东一个地方叫做中华会馆 我的助理看到这个行程之后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什么地方是中华会馆 他是在地台东人 已经28岁了 在外面打车后再到来 所以他不知道台东的中华会馆是什么所在 这就是我们教育上面的 台东哪有中华会馆 这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中华会馆 我在国家山路上去大国 有很多中华会馆 台东有中华会馆 这个中华会馆是我们留立委的 跟我这样有点关系 因为那时候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从中国移民来台东的 那时候叫华侨 他们组成一个集资 然后盖一个华侨会馆 那我要公司发起人之一 那他现在那个中华会馆 大概是全国保存最好的一个历史建物 原来是这样 我想说是在 最近参加是洛杉矶的中华会馆 来请继续说 所以这个中华会馆 在台东是一个很有力宿 也很需要 可以来做我们这个观光的一个地方 但政府并不重视它 所以放在那个地方 大家就是没有什么观光客会去那边看 那我要讲除了这个之外 台东过去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日本人到台湾来 他实施了四个阶段的一个移民政策 那其中针对这个东台湾移民政策部分 是日本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移民 那就针对我们的花东两线 有官方移民跟这个 私人民间的这个移民部分 所以你如果看台湾和华联有很多 这个地名都是日本名 什么池上长滨 丰田凤林这些地方 那所以这些文化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有非常多的这个 元素可以来说明 来可以做我们的观光的底子 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可以打招 产业 文化 观光 所以台湾市场怎么推动 是 怎么做 是这个 基本上我们台湾本来有很多元素 我刚才所说的 譬如我还记住一个 我们有一条歌叫做《来去台湾》 这条《来去台湾》里面有一段唱到说 村名的李虎山也有这支焦火山 那这个鲤鱼山过去是一个观光景点 但是这几年你去那个 你去那边看 几乎没有任何的游客 即便他就在台东最热闹的这个 这个铁花村旁边 都没有什么游客会去那边 因为整体的一个基础打造的非常的糟糕 我们有很多阿公阿嬤在那里在运动 早上都在那里运动 这个今年红台梯派后 从尼泊特风灾这个七月份八月份 一直派到今年五六月份 那里不太好 你就知道说政府对这些观光基础的 这个维护有多糟糕 所以如何从这些地方 非常好 对 把它做好 然后把以前就有的元素 我再讲这个 这是日据时代 李虎山是一个神社 日本人的神社 那这个国民党来到这边之后 把这个神社 就原本的这个基础 把它稍微做一下调整 变成中列词 所以在这个李虎山它就有故事可以讲 在地底下是史前文化 这个基础是日本人的这个神社的基础 在上面是国民时代的这个所谓的中列词 这样我们开始讲 很多观光客它就会有这个兴趣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台东有很多地方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应该是全台湾最后一间关门的妓女户 也在台东这个叶皇都 这个建筑物都还在 可是政府也不去重视它 再多久这个东西就不见了 在桃园市的斧头山 现在中列词 以前日本时代也是神社 其实文化人类学说 层层累积 后来居丧 我请教阿姬你是最基层的 台东市的市民代表 你对胜利的神拜 你的神拜 他说文化越有 跟参业 这三个政策要三位一体 你有什么个孤立的基层的生活 我也要呼应我们的未来市长 我也是彰化四大美术系 我以前也是老师 你们都是老师出身的 是啊 还有现在这个重振来 来为民众服务 观光 农业和我们的文化 是台湾台当的这个堡 这三个堡所建立在的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便捷又安全的交通 如何把人带进来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观光当然 以路客的旅游行程来说 台湾环岛八天七夜的旅游行程 他只要来到后山 台东一定要过一夜 因为这是路程上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台当有先天机的优势 光就是要就要在这边 如果才有这个优势 那有这个优势之后 我们如何把这个人留下消费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台当立法 不计台当如果整个台湾 你这几年发展观光的时候 刚才有一个问题 我们太快速的让路客进来了 我们并没有把我们本身 自己旅游环境做得好 我们还利用国民旅游的态度 来面对路客团或甚至国际团 来到台东的旅游 来到台湾的旅游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每次要有我们国内的人 这样很快速亲近旅游景区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一个观念 跟现在一团一团进来这个团客 我感觉这次要那个 要那个 国内就是观光 那那个那个 我们这个 邮教劉立委说的 我们的观光与农业绝对要结合 我们台当的农业 现在总是很出名的 我们有我们的社区 有我们的米 当然还有相对的老花老叶 这个滤金产业也是我们台当 很重要的産业 再来就是薑 生姜 这几项都是我们台当很重要的 真正其中容易赚钱的 绝对是生姜跟这个老花老叶 民众在种植这个过程中 生姜当然它有这个水土保持的疑虑 那那个老花老叶有用药过量的疑虑 这就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区 这是不应该 但是为了求生存 大家是这样做 我说求生存 到2016年 平均台东县每户可支配所得 是67万4千元 台北市2016年 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 是132万元 我们台当减人就减一半 所以表示说 我们台当人享受一个 比别人更不便利的一个生活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用的机构较少 但是我们要出来外面打拼 要出来外面冲销的时候 我们要付出的资源会比人家多 比如我们小孩要来外面设置 要睡房 要交通 要什么 其实我们台东钱赚的少 但是支出的多 所以不容易存钱 相对的人口数就减少 所以我就呼应 刚刚主持人讲到人口数最重要 如何让外面的人 或是台东的子弟 或其他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愿意到台东来 或是老人愿意到台东来安养 这很重要 台东在今年的出生率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刚查了一下1397个人 所以少子化更严重吗 少子化很严重 然后四岁以下的 全台东目前四岁以下的人口 7990个 所以这表示说未来 这少子化之后 这些学校 尤其偏向的学校该怎么办 就刚刚我们委員有提到的 这些学校到底该不该存在 它事实上应该存在 你若不让它存在 这些小孩要去训练 就算它存在两个 在这个政策也是要训练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很欢迎 今天我们三位来宾 接觎法官两个学校的 老师是心动受很好的教育 这有文化理念 所以缺乏是 后生没有在选择 没有机会 所以我尽量要拜 他邀请后生的朋友来 我有一个亲爱的 农与肥座的官员 他在辅助农与肥座的转家 他说 哥哥 我的堂弟 台东的官三米 绝对不输日本的月光米 真的 我试了 我说官三米 绝对比日本的月光米还好吃 我敢打包票 问题是你们没有宣传 知道时尚米很有名 但是官三米 我说比月光米还好 豪哥 你带很多照片 我想我们用简单的时代秀 用图片说故事 把你的所作所为包 你越来越景 来 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 这个照片就是说 因为我担任立委以来 这是第六年的时间 其实我非常珍惜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对 因为以前大概二十年前 三十年很难想象说 你一个民进党籍的政治人物 在台东单一席次 无论是立委或能够当选 或者是现场选举 在过去的几次选举 然后那个票数是非常接近 那已经是很没那么想象了 所以我大概是 以后我不敢讲 但是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几乎是每天往返台北台东的 一个立法委员 你坐飞机还坐火车 我现在是穿插 这穿插就是说 那才五点钟 三个半钟头 最快的 这还快 那有人讲说 你很累吗 其实因为我是非常 欢喜在做这个节目 而且我非常珍惜 因为我知道说 像我们这样子的 这样以前的相对以前的政治环境 我们竟然选民给我们这个机会 说我非常的珍惜 所以我就南北奔波再出跑 这就是我们去看 这次应该是金轮大桥 在通车之前 我们去现场做最后的一个勘察 金轮大桥现在是号称 现在是被称赞为 全台湾最美丽的一个大桥 大家坐着说 你说坐火车 我很感谢制作单位 帮我找出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 这应该是早上的四点五十分左右 我要坐五点控三分的火车 五点零三分 这谁给你 你放到 这应该是 这狗仔去不然 这个不是 这个是五点零三分 我要坐五点零三分之后的火车 狗仔没那么严惊 尤其这个会期 我搭五点零三分的火车的几率运更高 因为我这个会期做干事长 五点零三分 你是不是四点就起床了 我闹钟都转四点十八分 然后到四点五十分左右到火车站 在车上补睡 我睡觉 还可以睡得着 台当来说 农药对台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 这个产业 所以我常常有必须有跟农民接触的一个机会 但是跟农民 台东的所需要的跟 跟都市的 大家可能有点想象 都市也许他需要的是比较都会型的东西 台当所面对可能是 农路 他希望你把它整修好 提防 如果没有做好 会影响到我们的农田 所以我们每个 这就是城乡之间的一个差距 我在今年的总咨询当中 我跟赖院长 我要求他就是说 希望他一定能够尽快时间 拨时间到台东 或者全国每个地方去做 因为我刚刚做一个行政院长 做一个总统 最重要的就是 你掌握所有国家最重要的资源 你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这个资源非常公平正义的分配到全国每一个地方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当领袖的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你要这样分配 你首先要知道说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每个角落是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着 不可以每天在台北 看的就是在台北 虽然北北桃有一千两百多万的人聚在这里 但是另外的一千万人左右 他实际上是用相对于都市不同的方法在生活着 那我们的资源不能去忽略到我们这些 我们身为台东台湾的每一个国民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当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一个公路的一个考察 那我这张照片是让我个人也非常的珍惜 因为我在台北因为我们在立法院努力 有一点在全国上有一点小小小小的知名度 那我记得这是有一个企业家 他因为对我在立法院 还有政论节目上的表现非常的赞许 所以他主动他主动就问我说 他希望能够帮助台东的小孩子 能帮助什么 我就说有些棒球队需要一些资源 他就非常的慷慨解囊 我记得他那次是捐了五十万元的现金 给相求队 这是其中一个成功国小 那我觉得说我们在台北的表现 立法院的表现 我们在国会议堂上的表现 如果表现好 别人看到的不是 掌声不是在我们 连也会加回到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非常珍惜的地方 那这张照片其实是我们台东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个图像 就是说我是白浪 白浪就是我们台原住民朋友 称呼的平地人 白浪是白浪艺术 但是我们都习惯 熊造白浪变成白浪 白浪 我们是平地人 我们是汉人 然后很多原住民的好朋友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大家每一天非常和乐的相处 这是台东一个非常美的 而且现实存在的一个状况 任何了解语言学都知道 原住民说的白浪 就是白浪 我们当初汉人屯肯怎么欺负人家 就是留下一个白浪 这个 有一张照片 让你吓一跳 这是什么人 这是我太太 这个 我说 有话 后中严老庆 他今天要来台北 来外面 他们太太继续 走行程 对 应该是你差不多 应该不是太后 不是太后 因为我太太长 服务处主任 因为我太太不是 因为我太太长期陪伴着我 所以我几乎选民 对他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所以他在地方 我的服务处或很多行程 都帮我很大的忙 这是我朋友选择 所以你不要看过 你特地没想到 这是上个礼拜天 在池上的秋收节 那天是500的演唱会 在稻田里面 你记忆力总统 这上个礼拜的照片 太太说 表现很好还记得在哪里 有些先生要想办 在哪里拍的 我要说台湾的这句话 输费在没 一个成功或失败的 政治地步 如果建立和任何专业的书 输费在没 这个好少 我知道非常贤费能干 我可以背书 来 市长 老师 来 请 总盖 刚才说平衡发展的部分 我有一点建议 台湾管政府或台南市公司过去都一直是蓝营的执政 所看到的我记得 我上一次的总结讯的时候我就跟官长 给我们这些政府的官员 县政府官员我给他们提醒一件事情 台东县的今年的总预算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高预算的一年 今年都追加减预算之后是204亿 那他们也非常的自豪说可以争取到这么多的经费 那这是对去年蔡英文在520就职之后到今年 去年遇到尼泊特风灾 很好耶 黄建廷是国民党籍里面 他给台东县204亿是很高 对 非常高 有史以来最高的预算 所以他们经常在操作说 这个绿色执政之后对台东不好 这个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非常清楚的澄清 今年的追加减预算之后是204亿 那句话应该是你们上面那个副县长讲的 对 这个同为一气 上一次来有所抱怨 都用这个方式来抹黑 但事实上我们的刘立委担任立委的期间 替台东争取非常多的预算 原来立委争取不少 对 所以从过往大概都是在140几亿左右 那140几亿里面还有差不多5、60亿 用在这个人事的预算里面 所以县政府可以支配的预算其实非常的少 那也就是说今年增加了这个5、60亿的预算 那你要想象这都是实质在在在做这个建设经费的 所以呢这个台东未来 我相信如果有机会我们的赵豪委员能够担任我们台东的这个领头羊 那对台东的整体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看起来是这样 就是现在他们在做的很多的这个政府的一些施政方向 都还是在维持在过往那种操作选举的那种模式 比如说前一陣子有在办这个传理店 这个林藏的这个吃饭的活动 有来现场的一个人还发155块的红包 你在发这个 在做这个都有钱 但是要做经费 人民要投一个电灰条 只要不通这个你就会说没钱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其实这个阿卡也说 说阿卡也亲了 你说那买票 交代那都过了 你不是要求你要做什么 你的執政的目标什么 你怎么落身 怎么接行 叫阿智 我相信像我这部最基站的市民代表 是 我的荣幸 可以两分钟 同伴国 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支持平衡的政治来说 是 如果以我们台东西来说 我认为農業最重要 因为以農業来理事 尤其我们台东西工作里面 有一个国菜运输公司 产销公司 我们这个国菜市场 这个公司每年有10万 1万吨的这个 这个果菜市场 但是呢 我们古年尼泊特风災之后 我们很多老花老业园都没有复更 其实我们台东市的平衍 就是最好的蔬菜基地 高早是台国市场基地 所以我认为应该学习 日本的地产 地消的观念 如何把我们台东剩余的土地 做有效的规划 让我们在蔬菜的部分 我们一年要进口一万斗 我们最后给你 中 差不多两千斗 hypothetical三千斗 这也可以把我们蔬菜 获取的价格降低 我们这样更捡 去做其他的投資 讓我們台東市民眾 有比較周遠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環境 我認為我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對談非常有意義 有來自中央的立委 來自地方的縣議員 以及最基層的市民代表 我們就希望從不同的層次 都一樣沒有高低之分 是同樣的民意的展現 吸收能量 好少 大家認識你 下次我台東要去拜訪你 我要到你家 看你太太煮的菜怎麼樣 再檢定 順利的報 最後其實來自後山 後山是台灣最素樸的地方 其實展現在這三位 他們的言談 如果特別介紹一位 華人班尼士 他被形容為 美國的管理學之父 常常在南加大任教 美國每一位總統 在重大時刻都請他 來做 怎麼請教他 他要寫本書 叫做奇葩與怪節 這本書探討美國的企業家 某怪咖 某奇葩 老中青做非常好的案例研究 他說一個企業家成功 政治人物成功 或最愛人士成功 他有一個 創造一個名字叫Niotany 翻作中文叫做 素樸之心 赤子之心 我就把他說的Niotany 跟大家做一個經典一路的分享 也送給三位好朋友 保持這個赤子之心 他這樣說 赤子之心不僅是 反僕歸真 擁有年輕的外表 同時也具備年輕人的特質 好奇 愛玩 熱情 台南無盡 體貼和氣 精力旺盛 赤子之心 使人定睛在未來將發生的美好事物 我們期待再三位努力 未來台東會發生美好的事物 大家一起打拼努力 幹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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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